美的事物如何被认定 涉及到哲学、美学和个人经验等多方面的因素 虽然美的认定通常具有主观性 但以下一些原则和标准 常被用来帮助人们理解和认定美的事物 1.感官愉悦 视觉的和谐与对称 美的事物通常在视觉上给人以和谐、平衡和对称的感受 这种视觉上的平衡可以让人感到愉悦 3.色彩与光影 美的事物常常利用色彩和光影的变化 来创造视觉上的吸引力 例如丰富的色彩对比、柔和的过度等 形式与结构、比比例与节奏 在建筑、音乐或诗歌中 合适的比例和节奏能够创造一种内在的美感 这种美感来自于形式的有序性和连贯性 简洁与精致 许多人认为 简洁而不是精致的设计或表达方式 能够更好地体现美 这种简洁往往代表了一种高级的美感 因为它能够在简单中蕴含丰富的内涵 3.意境与情感 情感共鸣 美的事物常常能够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 无论是自然景观、艺术作品还是音乐 都能让人感到内心的触动或情感的释放 但在东方美学中 意境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指的是事物中所蕴含的深层次情感和精神内涵 例如,一幅山水画不仅描绘自然景色 更传达了创作者的情感和哲思 4.自然与真实 自然美 大自然被普遍认为是美的源泉 因为它展现了无限的创造力和生命的多样性 山川、湖泊、花草等自然景象 无需人为修饰 就能展现出纯粹的美 真实性 一些人认为美在于事物的真实本质 即不被夸张或修饰的原貌 真实能够带来一种朴素的美感 因为它反映了事物的本质 5.杀文化与传统 文化价值 每个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美学标准 这些标准根植于历史、宗教和社会习俗 例如,中国书法的美在于其结构、鄙视和气韵 而这种美是通过文化的传承来认定的 嗯,象征意义 某些事物被认为是美的 因为它们承载了特定的文化象征和价值 例如莲花象征纯洁与再生 因而被视为美的象征 6.创新与独特性 新颖性 创新的设计或艺术作品往往因为其独特性和突破性 而被认为是美的 这种美感来自于挑战常规 打破旧有框架的能力 个性化 美的事物往往具有独特的个性和风格 这种个性使其在众多事物中脱颖而出 令人印象深刻 7.心灵与精神 内在美 一些人认为真正的美来自于内在的品质 如善良、智慧、同情心等 这种内在的美超越了外在形式 能够持久地影响和感动他人 灵性升华 宗教或精神领域中的美 通常被认为具有一种超越世俗的纯粹性和神圣性 这种美感来自于对宇宙生命的深刻理解和敬畏 8.普世价值与共鸣 普世共鸣 某些美的事物具有超越文化和地域的吸引力 能够在不同的人群中引起共鸣 例如日落的美 爱与善的美等 这些美感往往植根于人类共同的情感和价值观 综合来看 美的认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设计感官 情感 文化 哲学等多方面的因素 每个人对美的理解和感受 可能会因为成长环境 教育背景和个人经历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然而 当一件事物能够同时触动感官 激发情感 引起共鸣 并蕴含深层的内涵时 通常会被广泛认定为美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